7月17日至18日 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 在广东省中山市举行 论坛以弘扬中山精神 共谋民族复兴为主题 举办了台商一起来 融入大湾区主题活动 中山精神与民族复兴研讨会 两岸青年研习营等系列活动 在开幕仪式上 新党荣誉主席郁慕明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 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宏 台湾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协会会长高孔莲 分别在现场或通过视频致辞 其民党主席宋楚瑜引发来贺信 本届中山论坛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在大陆举办的最大规模两岸交流活动 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 2000多名各界人士受邀参加 论坛采取现场加云论坛行事举办 在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城市 和台湾地区分别设分会场 两岸合线下 五岸两岸 还有 大陆与 五岸三岸 就操作成立的透明 搞不好,再次,再次 就操作成立的 佈以新格言 我以至于級尖民的 打扫的 而是指���人 還有这些年 有的 以免训 免训 我先扮认 我先扮认 你 老吟 论坛上广东省还发布了 2020年广东省贯彻落实相关会台政策措施办事指南 办事指南由为台资企业提供同等待遇 和为台湾同胞提供同等待遇两部分组成 共27条 其中涉及台资企业科技研发 行业准入文化创意融资和财税支持 以及台胞申办相关基金 荣誉奖项从业资格考试等方面的办事指南 2次国书内大型资格 广东省建策 それは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所有人的科技捕を提供行过 中国在海的流测量上吴 和联系国家的轻障物 是非常多。 在动物人的达等会论坛 提供的有关大型资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